美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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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日前在記者會上說 《住建部》查明 中國全國有近6億棟建築物 有觀察人士認為 官方刻意披露這個數據 可能是為了開蒸房地產稅做鋪墊 也有觀點指 這是兩會前 有中共官員故意幫習近平掘探 全國已經有6億棟房屋的消息 這幾天成為國內各大社交平台的熱門話題 不少網民形容說對這個數字感到震驚 有人就擔心樓價雪崩就快開始 也有人估計房地產稅快要來 屆面新聞在24日發表文章說 之前房產稅問題一直懸疑未決 目前這個全國近6萬棟城鄉房屋建築 為房產稅提供了穩窄的數據基礎 為後續工作的展開提供方便 北京當局由2013年起就計劃徵收房產稅 特別是恆大爆煲 房地產市場出現問題 令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困境 2021年10月才是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球市雜誌 發表習近平的文章 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未引到輿論開路 接著當局就宣布 要在試點城市開徵房產稅 但是華爾街日報隨後引述消息透露 習近平徵收房產稅的計劃 在中共內部遇到阻力 因為很多人擁有不止一個物業 於是負責推廣工作的韓正 就建議習近平 暫時不要廣泛開徵房產稅 最初打算在30個城市做試點 最後減少到10個左右 《大紀元財商天下》節目 當時評論說 房地產稅其實是中共最後的續命約 但是就一直推動不了 至於背後的原因 中國經濟學家任習平 在2017年的一次演講 就給了答案 任習平提到 推動房產稅 必須要搞清楚房屋在哪個名下 南韓總統金永三 為了推動不動產實名制 和金融實名制 曾經花了5年時間 代價是什麼呢? 南韓當時大約4,500萬人口 有超過2,000名公務員 被送入監獄 還有前兩任總統送上法庭 因此任習平認為 徵收房產稅 其實是一項政治改革 財商天下說 這樣看來 習近平還想在中共這個體制下做 就沒有辦法用房產稅這個續命約方來救命 另一方面 針對這次中共官方公佈的 6億建築物這個數字 引發房產稅開徵的恐慌一事 也有分析說 很長時間以來 中國到底有多少房屋 一直都是一個未解之謎 那並不是官方沒有能力查明 而是這類數字一旦公佈 就會披露中國房地產泡沫過大 分配嚴重不均等秘密 現在習近平本來希望通過房地產市場來救經濟 就爆出這個驚人數字 動搖百姓信心 現在臨近兩會換屆 不排除有官員 故意說老實話 為習家軍掘一個大騰 令原本指望房地產救經濟這條路走不通 因為經常被拖欠工資 中國農民工現在開始要求每天結算工資 有工程建設公司經理直言 這樣工程項目就沒辦法做了 政府拖著不給錢 工程隊沒錢給工人發工資 老闆也是有款難言 根據陸媒報道 現在一個新的現象是 如果招工方明確表示工資只能按月結算 不少農民工直接掉頭就走 即使月結工資更高 他們也不同意 一天不給工資 即刻走人 即使被騙也只是一天 河南城州一位工程建設公司經理 23日用化名吳思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在中國 工程款一般是按工程完成進度給的 接到工程後 通常甲方先給50%的工程款 等工程完成70%時再給20%的工程款 剩下的款項要等到工程驗收後才會結算 如果按日結算大的項目根本就沒辦法接 幾百萬或上千萬人民幣的工程 公司根本沒錢給 包工頭也沒錢給農民工 層層拖欠 工程項目也就沒辦法接了 吳思雨說 欠薪不是老闆的本意 是中共腐敗體制從上到下層層盆剝造成的 上面還要正職 工程要完成 只能欠著工程隊的錢 工程隊還不敢說 農民工都找工程隊老闆要錢 老闆也是有口難言 還沒有人同情 中共統治下 中國社會早就進入互害的模式 法律也不能保護公民 結果就是 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中華民國國防部長邱國正24日表示 俄烏戰爭帶給中共很大的啟示 如果對台灣發動攻擊一定會求快 但是台灣海峽是天險 中共不可能在兩個星期內奪取台灣 綜合傳媒報導 邱國正24日 是在台北立法院會議的空檔時間 對傳媒記者說了他上述的看法 他解釋說 即使中共軍隊正在計劃快速進攻 他們也很難試圖突然佔領台灣 因為他們必須克服通過台灣海峽這道天險 所以不可能在一兩個星期內這麼快 邱國正也強調說 以前我已經說過 雙方槍炮一響的話 我們就奉陪到底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挑起戰爭開端 另外對於有關台灣陸軍 將會派聯兵營到美國交流 邱國正表示 過去國軍到美國交流 都是戰鬥層級 較一些技能 至於營級就是戰術基本單位 到美國層級提高 也包括訓練範圍比較廣 有參謀操作 計劃測定 和部隊運用等 此外 民進黨立委黃定宇當日 也質問關注國軍下半年 首度以營級部隊規模 到美國交流的議題 有國正表示 與美方的交流沒有停過 營級交流層級 提高能夠了解作戰方式的用兵思維等 多交流對台灣有幫助 俄羅斯總統普京陷入戰爭泥沼 開戰一周年之際 《金融時報》2月24日披露普京最初 有關入侵烏克蘭的一些計劃 以及俄軍令人吃驚的混亂狀態 報導透露 就連俄羅斯總參謀長 格拉西莫夫 事先也不知道普京的戰爭計劃 直到去年2月24日凌晨1點 格拉西莫夫接到普京的電話 才知道這件事 至於其他克里姆林宮的高層 即是直到當天早上在電視上 看到普京下令展開特別行動時 才知道這重大變化 俄羅斯的金融巨頭就更慘了 他們直到當晚參加一個臨時召開的緊急會議時 才被告知這件事 這些巨頭馬上意識到開戰會引發西方制裁 其中一名巨頭 捉著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要求他解釋入侵的原因 但顯然普京在定下計劃之前 並沒有徵求外交部長的意見 報導透露 普京本來打算被俄軍在幾天內 以一場輝煌的閃電戰奪取烏克蘭首都基庫 普京也計劃任命烏克蘭政治人物 梅德維歐克統治烏克蘭 按照普京的計劃 梅德維歐克負責收買烏克蘭線人 在建築物和高速公路做標記 幫助將俄軍引導至關鍵位置 還有一部分線人負責襲擊政府機構 但普京可能猜不到 自己的計劃和現實截然不同 根據一名烏克蘭高級官員 和前美國官員的說法 梅德維歐克收買的人 一拿到錢就走路 甚至有人直接找到烏克蘭當局 告知自己收到的指示 被烏克蘭政府預警 不僅如此 普京的閃電戰計劃 主要基於俄羅斯空軍 可以迅速控制烏克蘭領空 這個假設也未能實現 部分原因是俄軍動手打下自己有的飛機 一位前美國官員說 戰爭初期 俄軍擊落的自家飛機數量 可能多達上百架 有很多是自傷殘殺 這位前美國官員補充說 俄國可能沒有戰鬥經驗的飛行員 願意冒著生命危險 飛越烏克蘭 烏克蘭軍事情報局副局長 斯基比茨基也說 烏克蘭接獲的敵軍通話證實 俄軍不僅擊落了有軍的直升機 也擊落了自己的飛機 金融時報報導 也談到令西方擔心的 俄國動用核武的問題 兩位接近克里姆林宮的人士透露 普京確實考慮過 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但他得出的結論是 使用戰術核武器進行有限度打擊 對俄羅斯無益處 所有東西都被輻射污染 俄方也不能進入烏克蘭 而這一切 從普京的角度來看 本來就是俄羅斯的地盤 所以動用核武又有什麼意義呢? 這場戰爭仍然在持續 這篇報導說 普京的打算是 俄羅斯對戰爭的投入 需要超過西方對烏克蘭的投入 同時它需要度過經濟陣痛 24日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發表了向美國國會提交的 2022年 中國履行世界貿易組織承諾情況的報告 批評中共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幾年之後 仍然採用國家主導經濟和貿易的做法 和世貿成員國認可的開放市場化原則 背道而馳 據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報告裡 詳細列舉了總統拜登 對中共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承諾的評估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新聞稿表示 中共的做法令他成為一個局外人 而且持續對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企業 造成嚴重傷害 他指出 這份報告詳細顯示了中共非市場政策和做法的規模 並提醒國際貿易體系必須繼續合作 捍衛共同利益 免受這些有害行為的損害 過去兩年 拜登政府考慮到美中貿易關係的目前現實 推行了一項多方面的戰略 來應付中共現時 以及未來對美國和其他貿易夥伴構成的諸多挑戰 例如美國通過了《兩黨基礎設施法》 《降低通貨膨脹法》和《晶圓與科學法》 來加強對目前和未來的產業投資 據報導 《2022年中國履行世界貿易組織承諾情況》的報告 是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依據《2000年美中關係法》和《美國法典》 向國會提交的第21份報告 多謝收聽這次的今日新聞再會 多謝收聽這次報告 多謝收聽這次報告 多謝收聽這次報告